幫Karolee 問謝1024 因為你前面也曾經提過 騰訊有機會減持的風險 是否沒有運行的 1024 騰訊是否會減持它 快手會不會有機會破底 快手的股價 我想都是令到不少的投資者 就比較失望一點 因為股價好像 就是上市 除了上市那段時間 曾經是一個比較強的聲勢之後 其實過去給大家 或者整個市場的印象 都是比較弱一點 我想因素就比較多 包括了對平台經濟 特別是直播業務的監管 還有會不會像騰訊那樣 有大股東減持 這些都是困擾著快手的股價表現的 從快手近年的一個業績來看的話 其實又不算特別差的 以基本面來看的話 我相信前期的底部 我想大概55元附近 我相信可能都未必說會再跌得穿 或者再去那些位置 所以如果是投資者本身已經持有快手來講的話 我就不是太建議在這個位再去沽 因為可能有機會 對應自己的持貨成本會有比較大的損失 反而如果會不會是未有貨投資者可以入 我建議可以再等一等 譬如去一些比較明顯的支持位 以大概3月份5月份的底部來看的話 有機會是60元附近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享受60至65元的區間 不妨慢慢留意 但如果是已經持有貨的投資者的話 我就建議可以再等一等 不妨 complex建議 看看你們是不是